第四代体压的佳华 第四代体压的佳华最近非常的火 以前咱们在家庭用车的前提之下 要是买一个MPV的话 可能主要会想到像是奥德赛爱立身这个级别的车 然后像H18是有点太偏商务了 因为对于我们认知上来说 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现在逐渐逐渐豪华一点 就开始大家去考虑这个Alpha那个级别的车 当然Alpha主要是买了一个品牌的溢价能力和身份的象征 而像赛纳呀还有像是佳华呀 这类就是在北美市场特别盛行的车 现在慢慢慢慢的也进到国内了 但是有一点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赛纳来到国内 借着他大哥Alpha的这个绅士呢 他也被提升了 而佳华呢在这个知名度方面 可能就稍微的差了一点意思 而且韩国车呢 在国内的市场也没有去投放那些豪华的车型 比如说像K900呀 还有像是北美卖的那个大的那个SUV叫什么来的 叫什么什么Ride的到嘴边我也叫不起来了 所以国内对于奇亚这个品牌的认知呢 可能还是局限在像K5那个级别的车型 而当这个第四代加华来到国内之后啊 它的价格已公布 从28万多到33万9 那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就会让很多同学呢就会说啊花30多万买一个奇亚 买一个韩国车如何如何这次这这般那般说一大堆 那这个视频就是告诉你 你如果花30多万买这台奇亚的第四代加华 它到底都能给你带来一些什么 先咱们从外观开始说啊 首先就是这个车刚才我提到了是供应美国市场的这么一个车型啊 它其实很多设计都是往那边去考虑的 比如说它的尺寸非常的大 它的车长呢已经达到了是5155这样的一个五米多的车长 你受不了吗 然后车宽也接近两米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还有呢就是像这个制装钥匙不如说了啊 遥控启动啊遥控这个左右开门电动滑门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我觉得非常实用的功能 就是当你要上车的时候 作为这种商务车来说 两侧的车门加电位门 一键按住它就能一下全部都打开 这个我特别喜欢啊 这个功能 同样如果你离开人都下车之后 你要关门的话也是按住锁车键 只要你按住 一会儿这三个门一下就全部都能关闭 然后这个车呢你可能也留意到了啊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线条造型会稍微的偏硬朗一点 就是有一点那种不多少少SUV的范儿对吗 因为它的底盘的最小理体间隙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我看了一下数据是达到了173毫米 这样的一个最小的离地间隙 好处呢就是当我们去到一些烂路的时候 我们也不太用担心脱底的问题 而带来的这个副作用呢 就是它的这个地台的高度会稍微的有一点高 至于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呢 我觉得这你还得自己去亲自感受一下 因为MPV嘛 肯定地台是越低上车越方便 然后储物空间方面呢 看一下后边这个位置啊 现在这个座椅的布局就是全部都打开了一个状态 可以坐七个人 然后这个后卫箱 哎算了我进去吧 也别给你拿箱子演示了 基本上在这里边搁两个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什么登机箱啊 这箱那箱 反正就是这样出去 这个后卫箱里全这七个人的行李 如果你没有太过分的多的话 应该都可以装下了 对 这是它后卫箱的一个主空间 然后如果要是合上第三排座椅呢 操作起来很简单啊 这样呢你就会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后卫箱了 像不像一个mini的One 你受了吗 miniOne你知道吧 One你知道是什么车吗 就是在美国咱们经常看动作片里边 用来抢银行的那种车 后边特别能装的 那这台车当把这个第三排座椅放倒之后 就是一个mini版的那样的一个One的一个存储的空间了 打开第三排座椅同样非常的简单 就像这样 一拎 然后一拽 对 然后这个黑色这根绳呢 你可以去用来调整一下后排座椅的这个乘坐的角度 我大概调一个差不多 因为一会儿我还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第三排的一个乘坐的空间 走咱们再去到前排先跟大家聊一下它开着的一些感觉是如何的 整个这个内饰啊 基本上设计的中规中矩 然后呢我觉得对于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说这个岁数大的人应该接受起来都不难吧 然后这个区域还有两块大屏幕的这个布局也会说多少有一些科技感 所以我觉得豪华性啊 科技感啊 还有这个设计啊 都是ok的 然后呢 这个车机系统 我转一下车 车机系统呢 这流畅度用起来是非常的ok的啊 看一眼 然后本土化的这些功能呢 做的也都不错 比如说语音识别 空调调整到20度 反应非常的快 然后导航也是很本土化 导航去石眉湾的威斯汀酒店 你看 用到的是百度地图 所以这个做的我觉得是ok的 然后底下常用的空调的这个区域是一个独立的触控的一个方式 而且像这种auto的功能也会有三个档位 用起来是ok的 然后再往后一些更加常用的 比如说方向盘加热 座椅加热通风啊 还有雷达呀 辅助停车呀 等等等等这些 它都给你直接用到了物理按键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考虑的还挺周全的 然后坐进车里之后呢 因为这台车真的很宽 所以你跟副驾驶之间的这个距离感会稍微的有一点啊 就当时我一坐进这车 我说呦 白总你怎么离我那么远呀 就是有一点像坐上那种坦途似的那样大皮卡的一个感觉 你少量吧 然后这台车呢 还有很多特别便捷化的一些配置 就比如说这台车如果后面坐到小朋友 那你在开车的时候要照顾一下后排 除了你能够从后视镜看到之外 你还可以通过一个快捷键设定一个什么呢 直接看后排的一个场景 这样就不影响你在驾驶过程当中的这个安全了 因为他在这儿单独布置了一个摄像头 你可以看到二三排的一个情况 而如果你在驾驶的时候 比如说 是吧 你想小一点是跟后排乘客去交谈的话 你看这个立即交谈了嘛 然后他能听到回音吧 就是 这儿的某一个麦克风是可以收到我的声音 并且在后面有一个声音的放大 包括后面如果说话 在前面的养生器也会有一个声音的放大 所以这样就特别的方便我和后排的乘客来交流 这个考虑的真的挺体贴的啊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开起来 动力总成的装的是一个2.0T加8AT的一个动力总成 最大输出功率是233马力 最大扭矩是353牛米 然后百公里加速大概是9秒9秒1那样的一个成绩 但我实际开着啊 这台车的动力总成 它的输出的这个感受 我觉得对于这个车型来说绝对是够用了 然后啊 因为他车尺寸就刚才已经说了很大 然后重量已经达到了2.1吨了 你受得了吗 然后如果当你是满载的情况下 又赶上去跑山路要上坡 那这个时候你要想开的轻盈一点 那这儿有一个dream mode 你去设定一下它的驾驶模式就ok 然后它的驾驶模式呢 有no more eco sport 还有smart 我平时开的时候呢 在3亚这么开着 我就把它放在smart这个模式下去开就ok了 它会根据你的这个驾驶方式自动去匹配一个更合适的输出的一个模式 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 另外呢 还有就是在油耗方面 那么要是跑高速比例比较多的话 大概在8升每100公里 然后如果是城市拥堵比例比较高的话 大概是12升每100公里 这样的一个油耗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只是说一下我在3亚这样开着的一个感觉 另外呢 还有就是在这个我很关心的一个辅助驾驶层面 因为我开什么车都会很关心这个啊 那这车做的真心是不错 我亲测在这个海南这边的这个环岛高速啊 还有中线高速啊 我都试了 很靠谱 真的很靠谱 这个是我亲测的 包括一些曲度的弯过着它也都没有问题 然后保持车距的这个刹车的感觉 不是那种很急 也不是那种刹得很晚 这个真的是不错 而且当你在巡航的时候 它还能够去根据限速 就是联网之后知道这个路段的限速 它去控制它的一个最高车速 我觉得这方面它做的也是非常的OK 然后整体上啊 在前排行驶起来的这个质感 就是在噪音方面啊 看在那边了吗 就是我们的工作车 十几二八 就这样上车下车的对比啊 这个车的噪音方面控制的是比那个好的 然后整个底盘的设定呢 那个是要就更偏舒适 就会有点软 但这个车呢 在舒适的基础之上它是稍微的会有一点紧绷 就是让你多一点点去知道路面的一些行驶的信息吧 路面的信息 让你多一些这种所谓的驾驶的参与感 这是这辆车在底盘的调教上会有一些区别 但是在NVH的标定上 这台车会更好 当然了 肯定会有同学说那台车功力数会比较长啊 但是我所强调的是噪音的控制 而不是那种内饰松散的感觉 这台车的噪音控制真心是不错的 反正我觉得保守说跟赛纳那是绝对同一级别的 比那个奥德赛什么的要好 然后跟Alpha比起来 你放心 这个MPV里边比Alpha格音差的车并不太多 你少了嘛 然后如果你非得让我给它的前排挑点问题的话呢 我会觉得如果能够再有一个HUD的抬头显示的话 那就更加更加的完美了 然后其他方面 你像包括这个前排的这个车门的玻璃 也都是双层夹角的一个玻璃 对 这是它前排开起来的一些感受 OK 那咱们该说重点了 第二排 第二排 上车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儿一个小的把手啊 这个把手如果是在赛纳那边的话呢 它会更往下一点 那对于小朋友上车就更加更加的体贴了 这是一个小小小小对比上的一个瑕疵 跟赛纳比起来 呃 然后座椅呢 这个座垫啊 非常的舒服 像个大沙发一样 但确实有点太厚了 我会觉得坐的这个姿势有点太高 就是你看我1米79.5的一个身高 离头顶只有两只的一个空间了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小小的瑕疵 但座椅的舒适性没有问题啊 然后这个扶手是这种可以收起来的扶手 可能会有同学说啊 你为什么不是一个这种固定的扶手 那我非常负责的告诉你 这种可收起来的扶手用起来真的比那种固定的扶手是要方便的多的 别问我为什么自己去感受一下 然后空间方面呢 这个座椅呢 它是除了支持前后调节之外 它还支持这个左右的调节 所以其实空间的运用可以说是更加的灵活 然后当你把这个座椅调到靠外的这个姿势的时候 然后你再把脚往一蹬 那这就是现在它能够所调到的一个极限的一个靠后的位置了 而如果你再把它横着调一下 再实际往后一蹬 那基本这车就是四座模式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会更加的大 而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往左调 然后蹬到最后 其实这是一个标准的七座模式 然后储物空间呢 基本就是杯子架 杯子架 在这儿呢有一个大抽屉 而且这抽屉里边的这个空间非常的大 看一点 就是你放小零碎什么的 会很方便 但这个关于杯子架的布置方面呢 这台车也不少啊 就现在我眼看的就大概能有六个 然后加上后边 反正十个杯子架肯定是有了 但是对于赛纳来说呢 杯子架的数量 在赛纳上据说也有十大几个杯子架 你受了吗 所以可能在这个杯子架的数量方面 虽然我也不知道有那么多杯子架干嘛 但赛纳在这方面会更加的体贴一些 然后副驾驶的座椅 是吧 支持这个老板件的调节 还有呢 就是在USB的布置方面 在这个靠背上是具备这个USB的 然后前排呢 直接在下面储物格的位置有三个 然后对于第二排客人来说呢 这儿是一个点烟器 其实我觉得你就像前面一样 给我三个USB口不就完了吗 现在你就算给我一个点烟器 我也是去把它转换成USB 或者你再给我一个220 也OK 对吧 这是一个小小瑕疵 然后再有呢 就是窗帘 窗帘呢 它是第三排跟第二排都有一个这样的窗帘 并且这个车窗是可以独立打开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第二排独立温区的一个空调的控制 因为它到了第二排呢 它就没有一个两侧的温区了 而是变成一个单独的后排温区 但是它这个空调的控制面板呢 被设置在了右后的这个位置 你看 如果你要伸手控制的话 我刚好又坐在左后 那似乎就不是那么的方便了 对吗 但是呢 它的银控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它这儿也按键 空调调整到18度 你看 它这么个逻辑 就是也算是一个解决方案吧 就你不是必须非要把手伸到那儿去控制这个空调 OK 这是第二排的一个状况啊 然后这个座椅 因为是高配的车型嘛 它还有这个一键躺倒的一个功能 就是你按住这个 后 你看 它一键躺倒 同时呢 你在这过程当中 你还可以把腿拖也打开 腿拖也升起来了 然后基本上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惬意的躺倒的一个位置吧 对 然后同时呢 收 它也支持一键 按住 后 然后它就一键去给收起来了 然后把腿腿放倒了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OK 那现在我去调整一下第二排的座椅啊 调整到一个坐着也还OK 不影响舒适性可以跑长途的一个姿势 带着这样的一个姿势 你们能接受吗 我现在1米79的一个身高 腿部空间两拳多一点点 然后翘高长腿 什么都没问题 这个姿势跑长途肯定是稳妥了 对吗 我现在去钻到后排 给你们演示一下坐在第三排的一个感受 这个座椅为了方便摄像老师拍摄啊 我把它稍微往前调一下 好了 现在坐到了这个第三排 来看一下 坐垫厚度也是OK的 柔软度也是OK的 然后我还能稍微的出流一点 你受不了吗 如果坐三个人坐急一点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姿势也是OK的 三指可以搁到腿部 但也有一个小瑕疵啊 就是这个第二排的座椅的靠背的背面 你为什么要来个大塑料板 这是我特别不能理解的 因为如果是再个高 比如1米85的人 腿的这个长度 他坐在后边又喜欢这种 是吧 格老师的这个躺的姿势的话 那这就小小尴尬了 你顶在后边 你还不如给我一个柔软的这样的垫呢 在赛纳的那个后面 我记得这个座椅靠背后面就是这个软的这个皮面 虽然看上去显得不是那么的高级吧 但非常的实用 你受了吗 然后坐在第三排 刚刚说了 这有遮阳帘 这有USB 同样这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储物格 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到的 然后这个座椅靠背的角度也是可调的 然后刚才我给大家比后排后备箱的这个空间的时候 那个座椅靠背的角度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怎么样是不是还OK 总体上来说啊 就是这台车 现在它的这个价格呢 是最高配 就是这辆最高配是卖到了33万9千 就约等于34万吧 肯定会有同学去告病说啊 30多万买一个旗啊 你是不是疯了 反正我不那么认为 我反而觉得这车还挺香的 因为其实对于它同级别的这个竞争车型来说 那其实赛纳说是这个指导价格是如何如何 但基本上现在是不是得加五六万啊 你要是想现在很快提车的话 那理论上就比这车又跪出了好大一劫子 所以我觉得这车无论是开着还是坐着 整体上都不错 真心不错 反正这车这几天我们用的是 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然后如果你对这个级别的车有这个需求的话 你家里是吧 有老二 有老三的一个情况下 不错的一个选择 真心不错的一个选择 而对于这个韩国车 我还想再强调一下 这也是这个韩国品牌目前在国内做的最失败的一件事 就是它在这个品牌 溢价能力 还有在市场对它品牌的这个认知程度上 尤其是在中高端车的这个认知程度上 做的确实比较差意思 但就这个加华 第四代加华本身来说 这车还是真心挺不错的 去试试 真的 说不定你有惊喜呢